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拿杜斯利·阿兹敏的社交媒体动态再度引起非议 今天早上他在推特上传两支烹饪人当家窑的影片接度 再度被网友质疑他从土耳其官方回国之后 没有隔离 还和家人亲密接触 完全没有防疫意识 阿兹敏在推文中说自己昨天下午5点15分完成了和国安会的例行会议之后 就赶到厨房开始为哈芝杰烹煮人当 看来还穿着工作服 网民就认为疫情当下 阿兹敏在外工作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应该先洗澡 早前卫生总监丹斯里·诺西山曾经解释 如果部长的海外行程符合旅游泡泡条件 他们在回国之后就可获得卫生部的允许将隔离期缩短到三天